希望今天我們能夠如進度講完25章跟26章 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今天先講25章道法自然 這標題其實都是章劇裡面的一句而已 沒有特別什麼意思 要不要看讀這一章 不好意思我上課沒什麼開場白 因為我覺得政經的事太多要講講不過來 大家就熟了就直接開始就好 我們看這一句先看下面的內容 這樣其實不是很好懂的 所以我們要慢慢解釋 我先說這張主題在形容道 那我們說道德經的每個章節主題 要不然是道 要不然是悟道的人 那如果道的話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我們讀的人我們可以想說 我們要向我這樣成為一個悟道的人 那道有是不是特點 他說有悟混成 這個有悟的話呢 是說其實道不是悟 道不是悟 可是他只是比你的說 就像一個東西有悟 那這包單等一下我會強調說 道之為悟 在第21章 第21章 第21章 道之為悟 第21章 你看 孔的這種為道是從道之為悟 所以它也是一樣 但是它不是一個東西 所以 但是呢 因為言語上的表達比較方便 他說呢 這個道呢 所以有悟呢 在講道 你把它注意一下 在講道 道呢是混成 混在一起的 混在一起就是說 它不可切割的 不可切割的 我們的槍 像今天修正 悟後生的槍有零件 有什麼準心啊 它板機啊 也可以零件 但是悟呢 道呢是不能切割成某個零件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像人呢 你眼睛不好 或什麼不好 有器官嘛 但是呢 混成意思說 它是一體的 無法切割的 然後先天地生 也就是說呢 我們最大就是天地嘛 而且它在道的天地 之前還生 也就是天地的媽媽 天地的媽媽 然後呢 道的樣子是 即是 即是安靜沒有聲音 那零呢 是空虛沒有形狀 也就是說 它沒有形狀 也沒有聲音 這個都是 其實我們前面都有講過 這個第一 有物混成 我特別幫大家複習 是第21章講到 或者說第4章 也叫混在一起 那這一章最重要 只有這10個字 最重要的 叫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淡 所以獨立呢 是說它自己存在的 它自己存在 不需要依靠別人 然後呢 不改呢 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但是說它一直都是這樣子 就不改 那這周門 我們注意一下 我後來我改一下 祝前你們改一下 就是變 變性 就是說 在每個地方 周行 這道呢 存在每個角落 everywhere 就是周行 變形 代呢是停止 那這裡面講到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說 道的本身 本身那是獨立存在 也就是說呢 它先天地生嘛 那誰生出道呢 道生出天地嘛 那道哪裡來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父母 從從從出嘛 那我們的父母還是有父母 但是講說道誰生的 譬如說雞生蛋蛋生雞生 那到底這個雞跟蛋誰是最早的 沒有就是道 這比較像那個 所謂造物者 造物者就是 就他 因為要這樣常解釋說 沒有辦法 那造者很偉大 造者還是有人創造他 他怎麼樣沒完沒了 是不是 所以他就先這樣講說 他是獨立而不敢 他是本身存在的理由 本身就存在了 他不需要人家創造他 然後周行的不在 而道呢 存在每個地方 每個人都看到道的影子 所以呢 他又是萬物存在的理由 天地是 他先天地生嘛 所以 天地是可以由道而形成的 所以 那天地在生出萬物嘛 所以道呢 是萬物存在的理由 所以他可以為天下 所以這句話就是說道 道是天地 天下是有萬物的根源 吾不知其名 智之曰道 所以這一張文字呢 就很明顯在講道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姑且命他叫道 然後呢 我又勉強 又很勉強 用其他名字來代替 叫道 所以你看 我這標題叫道跟道 你知道嗎 我們才會這樣 所以 從這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講出幾個重點 第一個 道呢 是 造物者 他本身不是 從別人創造道的 對不對 那第二個 道呢 又是造了所有萬物 天地跟萬物 那道呢 又是不能切割的 不能切割 而且道 這裡面我們說 這十個字呢 是最重要的一個 道的特點 這也是一個是 獨立而不改 一個周型而不帶 這好好講 什麼叫獨立 問大家說 台灣要求獨立 這很敏感 那什麼叫獨立呢 我們會想一下說 那烏克蘭今天要打仗 打仗的也有些人 因為他要求獨立 而且他早就獨立了 他有182個 182個邦交國 我們台灣才20幾個 他比我們台灣強多了 是不是 而且他是連國和原國 對不對 所以說 那台灣的東西 叫獨立 獨立 現在說 台獨台獨 台灣獨立 那到底什麼叫台灣獨立 概念上台灣怎樣才叫獨立 我們問他 你就為你獨立嗎 獨立 你問獨立 你自己獨不獨立 你自己獨立 那你為什麼認為你獨立 存在 你存在就獨立嗎 很多人也存在 可是他要看人家臉色 所以你要想看什麼獨立 你說 我要做什麼時候 我是 自由意志 對啦 我們應該說 我們的獨立是 自由意志 對不對 我有的人 有的人他的工作 是做路仔 不獨立 你自己獨立 做路仔 就是 就是說我以前 我讀完研究所 我想出國去拿國士 可是呢 有一天我要準備去考那個 英文考試的時候 突然想說 萬一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媽媽call我說 那學校不好那怎麼辦 因為那一定可以想像的啊 那不是那個啊 那是很前有機會 我突然想到這樣 做做不安欸 那我這樣一走了 是去念的話 那我後來 後來就考試前就說 不考 我無法忍受說 大家去美國還是怎樣 還是想說我媽媽回頭不好 很多問題 我就放棄了這個機會 那請問我獨立嗎 獨立 獨立嘛 我敢玩放棄的嘛 沒有人講我 不是我媽求我說 你不能去上我媽也不曉得 所以我把這個獨立 應該說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就是說我做這個決定就是我自己敢玩的 所以表面上看呢可能是我很多羈絆 可是即便這些羈絆 我自己敢玩的嘛 所以讓我講一個叫做甜蜜的負擔嘛 有負擔感覺不獨立嘛 可是敢玩的嘛 所以一個甜蜜的負擔 所以你要講說道人有這個特色說 他是獨立的 他不依附誰的存在 所以這個字的話 我們用英文其實比較容易理解 英文有意思叫dependent 那他的相碼叫independent independent是依靠嘛 對不對 那independent是獨立的 不依靠 所以在英文的文字 我剛剛講到用這樣來解釋 要不然你要解釋獨立 有時候很困難用英文把它容易解釋 所以你在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都要依靠別人的臉色 那你就不獨立 是不是 所以我說我把它解釋叫自由意志嘛 那independent就是我沒有 我怕要上課來上課 我不會說 拜託我們家的誰 恩准我上課 我上課上課 independent 那你說今天烏克蘭 烏克蘭說我要加入北約 對不對 不行 普丁說不行 那如果他聽他的話 就說那我不要加入好 那就independent independent 我要不要加入北約 要看普丁臉色嘛 那普丁說可以我就可以 說不可以我就不可以 好 那independent 要不要付出代價 要啊 要被打啊 打一個月還被打啊 所以說 所以說有時候 我們說這 我在討論台灣 我個人就會說 安全不安全啊 你是討想也是安全啊 討想怎麼沒有安全啊 人家就不打你怎麼不要安全 對不對 那找不到什麼 心情有意義 先說這樣而已 因為你有自由意志嘛 因為你一旦呢 投降還是要屈辱啦 還是看人家臉色嘛 所以我們到這個選擇 不是說安全啊 其實在獨立這個議題上 不是安全啊 要進入獨立這個施法前 你有沒有要充分發展你的自由意志 你一定有安全才考慮 我們是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才願意 那我想說我寧可不安全 要獨立 他也離港元啊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獨立 是自由意志的展現 那你如果說 考慮這麼多說 那我們暫時呢 用一種安全的方式是 我們也獨立 但是又不會太刺激別人 比如說不要蓋國和 對不對 不要勉強加入聯合國 不要跟美國建交什麼都可以嘛 但是我們港元啊 因為我們兩家真的比較安全 但是基本上還是 我覺得還是獨立的 還是獨立 所以呢 我們用這個獨立的概念 來形容道 道呢 它在行使它的東西 它是不看人家臉舌的 所以它是自己的存在 而它存在的方法呢 又是透過什麼呢 又是叫 周型 回去 周型的不代 周型的不代 而它存在的方式呢 又存在個美的 所以周型是存在 我們說呢 為天下母嘛 對不對 所以天下萬物都是看得到 道雷子 所以它的方式是 變形在萬物之中 來讓它存在 因為假設沒有 我們說好啊 我們說我是老師嘛 我的老師說 你說這個老師 做好的老師 我如何成為一個好老師 我如何成為一個好老師 一定有學生的嘛 我如何成為 沒有學生的關係 何老師 你沒有任何學生 所以老師跟學生起 同時而存在嘛 如果沒有任何學生 怎麼說我是好老師呢 就是 老師跟學生起同時而存在 不能只單說這個老師 所以這個道呢 我們說它如果存在 一定有它到存在的證據嘛 那到存在證據就是在萬物嘛 那透過萬物的周型 它變形在萬物 在每個萬物都有道的存在的證據 而且才是不停的 道每個萬物只要存在 道就存在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今天要想的第一段的重點 就是呢 獨立而不改 周型而不帶 是它的道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前面這次幫大家複習 第21章 孔德之容 為道是從 孔德呢 孔呢 是大 大德的表現 所有東西的表現 都是跟隨著道 對不對 所以這段文字呢 是跟大家呼應說 周型而不帶 所以這書呢 邏輯上是一致的 邏輯 邏輯 那道是為悟 為謊為乎 呼吸謊吸 其中有下 雖然道的為謊 就是若有若無 所以是跟這個一樣 即息療吸 因為它沒有具體的聲音 也沒有具體的樣子 所以叫即息療吸 然後 謊吸呼吸 其中有物 或其中有下 不是很確定的樣子 就對了 那這裡面我們之前講到道呢 是必應 這時候我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哲學的名詞 道呢 是必應 而非 存有物 必應 這個 這個 必應跟必應 差別是三個 大是誰 小寫 每個東西都是必應 你也是必應 我也是必應 必應 存有物 那這個 我們每個存有物都從道來的 那誰生出道的 沒有了 所以道是最後的存有物 所以他把這個道呢 叫大寫 你也說 我們比較像西方宗教的是 上帝嘛 上帝是必應嘛 那我們每個人都是 或者每個動物 每個生命都是 必應 小必應 所以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邏輯呢 所以 我最近 我最近那個 我不知道我最近 我有一個去巡邏的機構 叫老無老 養護中心在金華路上 那個修女 他說 他這道德經 很過癮啊 跟我們基督教講一模一樣 你懂 因為他道呢 他們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天主嘛 然後每個都是 上帝造出來的 所以我也是去 他都探聽我 什麼時候去看診 他最可料成的 攔截我 要攔截我 不是討論白人 我討論道德經 他每次 他說 他覺得讀道德經很有趣 他叫我推薦讀武 推薦讀武 順便跟大家推薦 其實我 我跟他 我們有一本讀武是那個 副輝龍 副輝龍 可是我們台灣有講到 已經講最好自己覺得 但我沒有讀到最多人 那個王邦雄 王邦雄 我覺得是最好的 他 我看他本人 他是雲林人 他是骨坑那邊的人 他講的有種偷味 他講 他講 道德經 就是很道地 很在地 很local 所以我覺得他不錯 如果他有那個 道德經的現代解讀 如果大家想 我最近修理讀那本 道德經的現代解讀 他就把每一章 註解的人 他不是只有註解 他會講 他的講法就像我們這樣 像我們這樣 然後 這個裡面 第四章也講到說 跟這個道是不能切割的 他說 看 視之不見約矣 聽之不吻約息 脖之不得約吻 看不見摸不著 感受不到 不是很具體的東西存在 所以 此三者不可置者 不能去分割 不能窮救 是故混而為一 那是不是又跟這個講 是一樣的 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 所以 這裡面只是跟大家 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一章節 好 那這裡面我們說 我們這一課的 我們這個目的是 要用義經來解道德經 所以 道德本質 就跟這個乾坤的錢掛很相近 我們一般 剛好把錢當做天 那天什麼意思是天空的天嗎 其實它有兩個雙意 天就是造物者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家說 你今天很倒楣 天啊 為什麼你這樣對待我 你講是天空嗎 你不是看 就是造物者 你為什麼拍圍弄到肚點 對不對 所以天很造物者的意思 但是錢為天其實是兩個意思 但是它有時候是指天空的天 那有時候就指天道 或者說造物者 它有兩個意思 所以它是在一開始的 就是我們錢掛的 幻傳裡面 它的描寫 就跟幾乎道德經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一般這個義經 他們認為是儒家經典 但是道家說 這是道家經典 你看這文字幾乎是很像的 他說 大哉淺遠 萬物之始乃統天 你也把這個淺當做道 那跟道家經的想法是一模一樣 他說 這個道太偉大 是不是跟一模一樣 強制約道 是不是太偉大了 這個淺遠就是道 開創萬物生命的陽氣 開創萬物生命就是道嗎 對不對 強制之約道 或說叫大 道跟大呢 在其中都是 道跟大 就是其中是淺遠 萬物之 萬物呢 借它而開始 是不是剛剛有 對 為天立母 是不是 所以這個說法是一模一樣的 乃統天 那就完了 那你如果把錢當天 怎麼叫統天呢 天呢 是講天理 所有東西呢 所以我講是統一這個天理 道呢 就 道本身只有存在 那它運行的法則叫天理 乃統天 而且 道呢 它變形諸物嘛 你看 雲形雨絲品物流行 它讓這個雲跟雨呢 能夠出現水分嘛 對不對 那生命要有水 有水之後呢 品物就高低差別的東西呢 就出現了 就是道造成天理 天理造成萬物 好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 一開始這個錢賺 錢呢 就是當做道 就當道 大明中始六位十成 十成六龍以御天 這大明講是太陽 太陽呢 叫中始 太陽走到底之後 又要開始了 換言之呢 太陽是沒有停止的 走到中又要始 所以呢 我們太陽的目標是什麼 太陽的目標是什麼 以前我以前大學生有時候讀那個什麼 那個誰 大法谷 以前華時我還記得陳立青吧 有個主播 他主持叫陳立青 陳月青 陳月青 老闆你有沒有在看 陳月青 陳月青 蘇綺贏 蘇綺贏 蘇綺贏贏 這蘇綺贏贏贏 九二公司贏贏 以前華氏的主播嘛 他有主持叫大法谷 大法谷呢 就是那個 那個訪問誰 那個聖岩法師啊 法谷山的聖岩法師嘛 那個 那個陳月青 也是訪問那個聖岩法師呢 我記得很深刻說 那時候呢 他在金山 成立那個什麼 法谷山嘛 法谷山本來是農產市 因為我們唐陽明白頭嘛 在我們那裡 農產市 農產市 過往越來越大之後 又 又在那個金山啊 用一個法谷山嘛 那陳月青說 老師你 你原來是一個 軍人 你是軍人啊 你是那個大陸過來軍人啊 能夠弄到這麼大事業 請問你下個目標是什麼 下個目標是什麼 那法谷山弄到真的不可思議嘛 你一個過千來台的軍人 有的就是農民嘛 那我印象中農民比農地眷村 那搞到一個法谷山那麼大 所以陳月青問那個老師說 老師你下個目標是什麼 所以老師說 我沒有目標 我只有方向 我在講 你看 你看這大明宗史 太陽有沒有說目標 那目標是說 我做到這麼好 到一個段落 對不對 你說沒有目標 我存在本身那幾目標 我修好了 我說 我成立法谷山也不是我預期的 那都因緣俱厚的 就成立了嘛 那是不是成立到這邊 我就啊 畢生成就完成 也不是還要繼續做啊 對我就是修佛法 或者誤道 然後去教肥眾生 大家看到因緣到哪邊 我們就成立什麼了 我來這邊台灣的時候 也沒想到我要成立法谷山嘛 我也沒成立農產市 也沒想到成立法谷山嘛 等他因緣都計畫了 那就自然出現了嘛 出現之後呢就停了嘛 也沒停啊 再往下做啊 就是 所以有的人 都點KP 要說有進度嘛 對不對 日日有功 月月有功 對不對 今年的多少 對高中高大 怎麼看這個不是 有啊 用大名眾使 我就是做 就像太陽一樣嘛 太陽下去又上來 太陽下去又上來 那道也就像這樣嘛 就是周型而不淡 其實道德特色 我們用再來解釋說 周型而不淡 然後呢 他呢 他這裡面應該是 已經比較特殊 是說六位十乘 他把這個 那個時間的變化 就好像咬了 從第一咬 跑到第六咬 叫六位十乘 然後呢 十乘六龍 以御天 這個龍呢 我們知道在牽掛裡面 他用龍 來代表沒咬嘛 那龍呢 可能在每個地方 應該這個 這我們以前解釋過 這十乘六龍應該解釋成六龍乘十 時間 時間怎麼可以當主詞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的乘六龍 應該倒過來 倒上去 六龍乘十 我們那個每一雅都是龍 那龍呢 在不同的時間呢 表現出不龍的樣子 叫十乘六龍 六龍乘十 以御天 這御天 統天一樣 來駕馭的道理 所以呢 他這個道 這個表達跟剛剛講 是一樣的 就是周形而不淡 好 是沒有停止的 然後呢 來 前道變化 各正性命 這八個字很有名 前道變化 那前我們常常說道 所以在裡面很明顯 大在前眼 然後再講前道變化 前呢 就是道 道的變化呢 要成就 每一種萬物的性命 各正性命 所以我們說呢 道造成了萬物 那萬物有不同的性 而他的性呢 就是從他的道來的 然後呢 飽和太和乃力真 我們要飽和這種太和 陰陽之氣呢 來能夠 那個走正道 然後乃力真 所以呢 特別在錄這段文是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講說這個 隱逸入道 其實就是 我們義經跟道德經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從錢掛裡面體驗到什麼 天行劍嘛 因為十成六龍以御天嘛 大明宗矢六位十成 太陽呢 一直在轉啊 沒挺啊 所以太陽 太陽不是道喔 它只是 太陽這種特質跟道是一樣的 因為太陽一直不挺嘛 上升下來 上升下來 跟道呢 周形而不帶呢 這個表現形態是一樣的 所以呢 現在呢我們從 這個知道這個天啊 道啊 是行劍 道呢 的行呢 是劍的 這個劍的意思 我們跟大家講過 劍什麼意思 劍本身單獨的意思 大家很少 很少講得出來 你劍就講 健康嘛 對不對 但是劍本身的意思呢 劍本身的意思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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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是健康強 可是他劍的意思是說 不挺的意思 你說吃不吃 健康 怎麼健康 我今年齁 一斤吃兩塊飯 明年同樣吃兩塊飯 都一樣 你不要講 如果說你看那 那個司馬醫問諸葛亮 問說 問他說 抓到人家問說 諸葛亮一斤吃多少 越吃越少 那表示不健康 事情做這麼多 飯吃這麼少 對不對 所以劍的意思是說 現在做的明天也做 明天做的後天也做 叫劍 所以天行是劍的 天行本身是劍 就是說不停 不停 所以我們這個劍的意思 就是不停 天的行 或是說道呢 的運轉是不停的 所以我跟剛剛講的 周行 不帶 帶是挺 不停止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天 這個天應該解釋成道 天道 天道的運行 有不衰先 有不衰先 所以跟剛剛那句話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獨立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帶 而不帶 所以說 有人說 我們請問 我們做人 我們就說 以這個修行來講 要什麼時候才停止 死了 對嘛 修到金關禪 就是這樣 所以誤道的人 不說當時 終於可以休息了 我跟你講 要誤道死 因為周行而不帶 所以我們從這道理 知道天行見 是不停的 所以君子以自強不息 對不對 所以他用這個 用道的運轉 最主要是 不要把這個天 理解為天空 應該說天道 天道是運轉不行的 所以就好像 我們一樣學著說 要自強不息 要自強不息 那自強就是講獨立 因為獨立 什麼叫完全獨立呢 我喜歡用比喻 什麼叫獨立 你把0跟1 來做一個 0是不獨立 1是獨立 那我們要嘛獨立 要嘛不獨立 不是喔 不是喔 這樣理解就錯了 0跟1之間 有很多數目 可能是0.2 0.3 對不對 那你說要怎樣才叫 完全獨立 哪有誰完全獨立的 你出門做任何事都不用考慮任何人的 啊像我上課以前我都在看時鐘 因為我很不獨立啊 我找個5點去找小孩 明星很壞 對我很喜歡上課啊都在獨立 可是有時候也是要看一下臉色啊對不對 所以很難完全獨立嘛 但是呢我把這個獨立當動詞 往獨立的方向前進 那意思喔 你裡面是完全不獨立啊 1是完全獨立對不對 我可能現在是0.5 但是我在往1前進啊 所以這個0.5可能是靜態的喔 你0.5可能是退往0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所謂獨立呢 是我在往更獨立的方向前進啊 包括呢我的自由意志 要能夠越來越自由 越來越自由 那人不算不自由呢 因為牽掛太多啊 是不是 所以呢我們在往 在誤道過程就是往獨立的方向前進嘛 會把一些呢 我很在乎的東西呢 越來越不在乎 越來越不在乎 所以我在乎只有我跟誤道而已 只有獨立而不改嘛 我在往獨立的方向前進 所以他說君子以自強不喜 所以不喜說 你不是說我已經達到目標了 所以今天已經達到獨立了以後 以後不要再獨立了 不是 我在往更獨立的方向前進 所以是不可能停的嘛 對不對 我很多東西很在乎啊 對不對 很在乎我的行相 很在乎怎麼樣 還是很在乎 我越來越不在乎 這種不在乎 或者說捨棄是 一直在修行的 所以是不喜 不喜喔 所以呢這一張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張 這張這十個字要背下來 不行 做到了 這個被下來 因為這樣 把這個道 我們讀到現在的 第二十幾章 才完完全也形容到 道跟我們的修養 化得 而且跟這個前掛 一模一樣 他的寫法概念幾乎是一模一樣 要自強不喜 所以我們前掛的 這是我們意經的第一掛 就是勉勵我們修行 這樣東西自強不喜 除非到你進棺材 那裡面喔 所以呢 很多地方都講到這個道 所以我們讀意經官現場 這個意 道本身是用養的來存在 用養養來表現 所以前掛六個養都是養養 好 那我們舉其中一個掛 叫儀掛 儀掛呢 因為他變形各物嘛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道的樣子 但是太多了 我們今天沒那麼多時間 我們舉兩個掛 來表現說道的存在 因為他生而天地彎路嘛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從 天道的原則來解釋 我們舉的是儀掛 那我寄給大家的是舊版的 我中島在那裡讀書 啊 又誤道了 我找一個儀掛 等一下新的講義再傳給大家 頸掛跟儀掛呢 都有道的樣子 道的 這個儀啊 我們看這個 上面兩個的羊羊 叫三雷儀 然後中間四個陰羊 這個 為什麼找儀掛來比喻 因為儀呢 就像一張嘴巴 就是嘴巴打開嘛 這上下餓 上下餓 這張下巴 這是什麼上餓 上下餓 裡面是嘴巴 那用嘴巴來當作 嘴巴就是用來吃的嘛 那在嘴巴用來吃的嘛 所以吃 能吃的就是活人 所以這儀呢 是代表養生之道 養生 那竟然是養生之道 我說我婆子的道理 所以要符合天道啊 要符合天道啊 所以這儀掛 就是養啊 如何養自己 如何把你自己養好 所以要符合天道 所以他說真己的要謹守正道 那等一下他講到說 我們養 要符合正道 正道就是剛剛講的十個字 獨立而不改 舟行而不淡 對不對 獨立就是我呢 要讓自己呢 有自由意志 叫獨立 而且呢 我這個行道呢 是天天都要做不能挺的 叫舟行而不淡 所以把這個真己呢 就是謹守正道 正道就是我剛剛講的十個字 獨立而不改 舟行而不淡 觀乙 然後自求口 觀乙是什麼 觀 這個地方就是 因為道呢 道呢 會養所有人 所以觀乙是 看我養的人啊 我養的人叫觀乙 然後呢 自求口是 我們要自己吃東西的話 要自己找東西來吃 這代表說要自強 要獨立謀生啦 獨立謀生之後呢 也要能照顧別人 能照顧別人喔 所以呢 他說養正則起呢 觀乙就是觀乙所養 觀呢 我們喔 悟道的人的話 能夠養別人 這樣講好像 你看 窩子老師對不對 我們要養人 這樣都會養的啊 就是 我不是要餵東西給你們嗎 我今天 才是餵給你們的嗎 叫觀乙所養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存在的話 要變形的不待 他不是只有獨立而存在 你說獨立是不依靠別人 沒有 獨立也是說 我自由意義上是獨立 可是呢 他的表現是 他必須跟人互動 必須跟人互動 所以我們說沒有人 我們說 好老師呢 一定有學生嘛 怎麼可能 老師獨立存在 或學生獨立存在 你看你出了這個房間 你不是學生嘛 因為你沒有跟我互動嗎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有師生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很多關係是相互存在的 所以呢 我們養這件事情的話 我能夠養自己 但是我也要去養別人 養別人 所以叫 觀乙呢 是觀其所養 那自求口實呢 是觀其自養 所以我們這裡面 要就符合道的兩特色 一個叫自養 一個是養人 那道不是這樣嗎 獨立是自養 然後周型的不但是養別人 道呢 生出所有人 那道本身要獨立存在 所以我們說呢 這個儀掛 就符合道的特質 自養跟養人 所以呢 天地養萬物 聖人養賢跟萬民 所以呢 都養別人 我們呢 不可能獨立而存在 對不對 你說啊 我到這 我必須養小孩 我太太不用我養 他自己有工作 對不對 然後養我父母 對不對 那養本身代表你有能力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說 你說有些人 只求獨善其身 我們在社會上很難這樣子的 所以呢 像我現在覺得 我能夠正式出來工作之後 所以我覺得很累 一直在工作好像沒好好休息 可是後來 另外一個角度發現自己很重要 能夠養自己又養別人 完全符合道的境界 所以有能力養別人 是很高興 那養人不見得是金錢上的養 或是物質上的養 養到你也是養 你們是也被我養 兩個禮拜養一次啊 就是 為你們精神食糧嘛 就是 那我們 我們在社會上裡面 先把自己精神上照顧好 行友一定去照顧別人 那你說照顧別人 跟養自己是不是同一件事 就像當老師呢 跟其實一樣喔 我有機會照顧別人才知道 欸我只把自己養得不錯嘛 對不對 你們會挑養得好的人來學習 還是挑養得不好來學習 養得好的 你說 我要當自己很快樂 反正不要說這樣 你如果說怕要減肥 你去便宜找醫生 你去便宜醫生 都很高興 你覺得我減肥 是不是 你說 那個醫生的功夫 不就是要怎麼減肥 你想 你吃到補幾公斤 你怎麼相信 你像我家醫科醫生 九十幾公斤 人家家醫科都去減肥悶診 一宗主任 我這種樣子有人要找我減肥嗎 這點歲數你都沒有 啊你看那個 外科醫美抗幫的醫生 像很漂亮 你怎麼找碧雕症 可憐也對 那一樣嘛 所以說我們呢 觀其所養跟觀其治養 有時候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說我們有空再回去回頭講 這儀卦呢 他講跟道是一樣的 他有獨立的特色 也有周型的特色 去養所有的東西 所以呢 在儀卦裡面很有趣的 他把這個兩個養養 就比一個是獨立自己 要先養好自己 那最上面你看 這個養養在最上面 好像養下面所有的人 那這個就是當 可以養所有的人 所以這個儀卦的 儀卦的寫法呢 就是跟這個道德經的說法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你先要獨立而存在 然後呢 最後能夠怎麼樣 去變周型而不淡 又能夠一直養別人 養別人 那養別人也代表你自己的存在 我們這樣比喻 那個我們讀到後面 道德經有一句話叫善貸而存 貸是借給人家錢 善貸而存 貸是借人家錢 比如說銀行 我們任何一個銀行 是專門借人家錢的 那銀行本身有什麼存在 銀行就是借錢收錢 借錢收錢而已 可是他借著給人家錢的時候 很多企業跟他借錢之後 可以去投資啊 對不對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雖然 事業之後 他總是有跟銀行借錢 對不對 那銀行本身沒有辦法做晶體啊 晶片啊 但是他錢借給台積電 台積電 這是復國神山 所以台積電存在對不對 那台積電存在是他自己存在 他要靠著銀行而存在 所以台積電做得好 也就是銀行做得好 是不是 那就是道德 道就是銀行嘛 那台積電就是萬物嘛 所以道後面有一張善待而成 道就很容易借錢給別人 那每個人透過這個錢去投資事業 那本身道沒有投資事業 但是每個人去創造事業 那等於說都是到手創造的 到手創造 他創造每個人 那每個人都有那個 就像老師教學生 一般五十個學生 每個有不同成就 那也可以說老師 有不同成就一樣 所以呢 我們說這個出養在下要自養 然後上九在上要養人 所以我們用這個儀掛來表示說 跟那個道德經一樣 那有養人就是有人被養 這中間四個養養 其實四個就是待養於人 就是一般呢 云云眾生 就是有些人他無法獨立啊 對不對 你說 你知道我 我的工作每天 每天那個看那麼多病人 就是就符合這樣 有人很獨立進來 不敢不想跟醫生說話 趕不走路 他連跟我講話都不要 明明人在門口還是不進來 手腳給我輸出去 跟醫生說我照哪一樣 連進來跟我多兩講句都不要 趕快被我拷問這樣對不對 可是他可能只要吃養藥 什麼都好好的嘛 所以獨立嘛 那有些人一進來之後 可以運動運氣的 重點再說過的 重點再說一遍 聽不膩啊 我講膩的他聽不膩啊 就是中間四個陰養 就是你被養的人 就像呢 老師有教無類 就是什麼學生都有 學生都有 所以呢 這在以後我們讀儀掛的時候呢 就是第一養跟最後養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喔 十耳靈龜 這第一養初九 叫十耳靈龜 關我躲以兇 這耳呢是自己嘛 靈龜 我們這龜是長壽的象徵嘛 那龜呢吃得很少 吃得很慢 可是吃得很久 所以我們養自己都要叫像龜一樣 慢慢吃吃很久 關我躲以 不要羨慕別人大口吃還要吃很多 但是會撐死 對不對 我們寧可像這個龜啊 要有自己的特色 慢慢吃吃很久 所以這種獨立的特色 所以關我躲以呢是兇 是兇的 所以呢 他第一養 就是自己慢慢吃 照自己的去 自己去找自己想吃的慢慢吃呢 這才是養生之道 所以呢 我們既然講到養生 我們讀一下莊子的養生組裡面 他講到說 我們什麼叫養生 就是要獨立 所以一個叫擇製食部 就是擇呢 就是野外嘛 野外的雞呢 走了食部才能夠 被捉到一隻小蟲 百步一飲 走了一百步呢 才能喝到一口水 很辛苦啊 不其敘乎凡中 但是呢 他即便這麼辛苦 他也不希望被關在籠子裡面 關在籠子叫Dependent 是不是 Dependent嘛 因為什麼時候養你都要 就不是你自己了 我雖然很辛苦 但是我自己 矫躁自己 走遠一點 這步我吃不到 後面就走 所以這一步呢 表示獨立的 這樣子 神雖望正念望 紅旗 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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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不善也不愉快 不愉快啦 所以為什麼要獨立 不愉快啊 對不對 雖然那個 被人家這樣餵養 好像過得很好 但是心裡面不愉快 那你不愉快 精神不自由 精神不自由 所以我想這些 從這些意思是說相通的 相通的 然後再慢慢跟大家比喻 哪一個字 騎 騎乎的 這個念騎 所以我就直接把騎起來下面了 不騎虛乎凡眾 像這種 你看啊 就是老師看到就好學生 不是不坑生就不好 就是說有很多 很多 這意義很假狗 像我以前 也不太計較這個 因為我不是政科班出身嗎 可是呢 因為要當老師就知道 號碼查清楚 我沒電腦 下課馬上有同學來跟我糾正 你們在課裡面 有很多國文老師啊 對 不齊虛 雖然呢 很辛苦 但是也不期待 被關在籠子裡面 這個飯呢 就籠子 所以我用這個圖來表現 走十步看到一隻小蟲 走一百步呢 才能喝到一口水 因此呢 在籠子裡面 雖然不愁吃喝 羽毛光亮 神雖旺 但精神上不比野外自由 所以我們獨立的 基本上呢 他講說精神上是自由的 有自由意志 有自由意志 只要他現在的選擇 是出於自由意志 就是 所以你不能看外表 說啊 那個很久才有自由 啊 整理論他也不自由 不是這樣嗎 他覺得他也很自由 也很自由 所以我們重點是 不是你來的肉體 精神上有沒有那個愉快 那這個是很好的主題 到底我們人很辛苦 好不好 密食好不好 很密食很辛苦 好不好 這是我們神經學很重要的 我們問大家 今天大家來這邊上課 都怎麼來上課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啊 交通工具 一點是自由意志 他沒有人叫你來 我騎機車 騎機車 有人坐公車來嗎 有坐公車來嗎 有坐公車來嗎 你怎麼坐公車 你從哪邊搭什麼號到什麼號 我搭21號 21號從哪邊搭 從永康搭 永康搭 一段就到了嗎 要轉車 一段 從北門路 永康來到 經過北門路 下車 這最厲害 這最厲害 我們在推廣 那個預防失智證裡面 搭公車是一種 你要搭公車多難 你想就好了 要計畫一般年是要搞 是不是 要去坐坐 出來了要當隊下車 下車後要怎麼騎 所以難度是最高的 開車 開車不是更難嗎 不會啦 開車 開車 我們現在不講技術 就是說你要獲得的資訊最難 你要知道公車站的時間 那我開車怎麼樣 你電腦在台湖我要怎麼去 像我要知道怎麼來主管 對啊都是主動的 像是說我們如果說老人家有時候不能開車 因為老人開車他不一樣 不一樣 鼓勵坐公車 對 所以越艱困會越聰明 然後我來就是 欸像你怎麼來 我叫我你家帶我來 他不需要記當時 他記不走就好 懂嗎 所以呢我們 我們有做這樣的類似研究 它來的感覺上 越麻煩越複雜 其實一開始擁鬧 對老人預防施施斷就比較好 所以吃貨是都在吃貨 所以我們老人想要經常過苦日子 苦日要比較聰明 把簡單事情弄得很複雜這樣 我們看這個叫諾德本 這是一個阿根廷的神經科學家 這很厲害 他有一個特色 他有一個專長是他會賞鳥 所以你看他的圖片 他用金絲券 他除了是一個神經科學家 也意外的修閒 看鳥 而且他很厲害 他這鳥一飛過去 一隻鋼 一隻鋼 鑽機還有自鑽 怎麼那麼厲害呢 為什麼鋼鐵覺得厲害 很簡單 金絲雀弓的才會叫 弓的才會唱歌 母的不會唱歌 所以他研究說 後來從金絲雀的唱歌去研究說 那會唱歌有沒有比較聰明 有沒有比較聰明 那個不會唱歌 只會聽別人唱歌就好 所以他就好奇說 會唱歌的那個熊的功德金絲雀有沒有比較聰明 他聰明是在研究說 這個大腦他去接火發現有一個地方是管唱歌的 那個樂會唱歌的 是嗎 管那地方的用盡廢退吧 那地方的體積是比較大 所以他這個研究 這篇研究說 大腦四季的變化 是在指這個 金絲雀控制歌唱的神經和周期性的解火變化 為什麼周期性呢 因為那個金絲雀叫春啊 春天才會叫 因為那時候食物比較多嘛 吃的東西他要求偶嘛 那到冬天的時候食物比較少 就比較少出來唱歌 他說這個 從這個大腦四季變化裡面發現 這個神經的系統 是隨著用盡而廢退了 越用的話就越發達 他不用的話就萎縮 所以這一個研究也是很經典的說 我們大腦 如果要聰明的話 等一下過苦日子 越辛苦越聰明 越辛苦越要勇鬧啊 這個 這是母的 這是公的嘛 公的會唱歌 這是母的不會唱歌 那公的會不會天生唱歌 不是他有學長 對不對 要有老師嘛 所以這個跟老的學唱歌 跟老師或學長學唱歌 所以他比較這三支 學長 學弟 跟 你同學 三個管唱歌的地方 神經合的大小 我們這樣講 誰的神經合最大 管唱歌的啦 就這裡最大 因為他還能教人家 他懂比較多嘛 他跟他比的話 他不會唱歌 他會唱歌 所以公的比母的還多嘛 那公的裡面學長又比學弟多 對不對 就是一個技能 你反覆練習很熟之後呢 熟能升降 對你的大腦呢 是會表現出來改變的 你看這個是不唱歌的 這管 你看唱歌的神經盒這幾個 就很發達 那不唱歌的呢 就相對比較萎縮 沒有機會表現 這個也是 男 這個女 你看這個 有這個X是管這個唱歌的神經盒 管唱歌的神經盒 像我啊 我哪一個神經盒最發達 管嘴的 是不是 一顆咬啊 一顆咬啊 說我們在這裡不聽 這次都想一個而已 有時候呢 一個禮拜要上兩次到三次 對不對 一個禮拜要運動六小時 那扣掉平常門子也要講話啊 所以我在這裡先喔 下第一了 就看肌肉很長 蛇到被割掉 這裡你看喔 然後他們想說這個母的 這個 Testosterone是這個 搞固酮啊 會讓這個神經盒X變得很發達 因為母的金絲雀的話呢 沒有這個X神經盒 所以它 即便 搞固酮也濃度很低 所以這個比較不發達 好我們看看喔 這是早春 那是晚春 然後呢 這是早秋 晚秋 發現喔 它呈現周期性的變化 這圖呢 就很經典的呈現 它量這個大小 一樣的大小 但是越用越多呢 體積就比較大 他剛剛講 那個母的神經盒呢 母的那個管唱的神經盒就沒有 因為它不需要唱歌 所以沒有 所以這個研究代表說 我們的大腦呢 是用盡廢退 那為什麼公的精師卻要唱歌 求偶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學習要學什麼 跟你的生命存在有意義的 靠樓言 跟你的 因為它不是今天娛樂唱歌 它是生命必須要唱歌 因為它可能要傳宗接代 它學這個是必要的 所以動機很強烈 動機很強烈就學得比較好 你看我在讀書 有人說 我們今天就演了 沒問題 對人多敢來摸 我特意經的 動機不夠強烈 你是打發時間嘛 但是呢 如果我們讀書的目的是說 那我自己獨立而不敢 周省而不待 那是動機比較強 我希望我今天是能夠更獨立自由的 所以跟動機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神經盒 在春天是這樣 那冬天呢 你看這濃度比較 這個就比較淡 然後呢 他這個 他除了研究這個金絲雀 他研究什麼叫 黑頂山雀 他比較黑頂山雀是 被養的 在公園 那個鳥籠裡面 還有在野外的 他的神經盒 誰比較大 野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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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的就像我講 摺制食物 那被養的呢 神經盒人又沒有機會動腦 所以就變小 就變小 他說什麼 自由密使的黑頂山雀的 嗨媽提 嗨媽提跟記憶有關的 神經元的季節變化還是一樣 跟季節 因為呢 隨著你的食物多跟少 你的季節 你那個神經盒會大小變化 這一題我就考大家囉 我們剛剛看啊 那個金絲雀呢 他的那個神經盒人在春天管唱歌的 是春天比較大嗎 我現在還沒結果 跟大家問大家喔 這個黑頂山雀的 管密使的 這個 嗨媽提管記憶的 管記憶的 冬天比較大 還是春天比較大 冬天 這個 今天上過還記得 冬天比較大 管記憶的 冬天 冬天比較大還是 冬天 冬天比較大 冬天 冬天食物比較多還是 夏天 春天食物比較多 冬天比較少 冬天比較少 所以記憶要把它變好 對 我們假設齁 我們在圖書館 我們 我們 吃 吃到中台的時候 八度夭要找餐廳吃飯 齁 你如果出去齁 不會網左網右都有餐廳的話 你需要特別去記網左或網右嗎 不要 就開 就開去找餐廳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說只有往左 而且左邊 要過兩個巷子才有 你一定要記得啊 要不然大家找餐廳吃 所以食物越稀少的時候 記憶力反而更好 對對 所以還是一樣 難度越高呢 你的記憶反而越好 所以這裡面都顯示 這叫黑頂山雀 這個 他比較這個 野外的 跟養在籠子裡面 海馬體的神經合 誰大誰小 這個是Garden的 比較小 這是Wild的 神經合比較大 然後你看喔 也是周期性變化 到 你看喔 這個 這個是 那個春天嘛 很小 然後以為大家 到這個齁 因為食物越來越稀少 所以反而到冬天 十月之後呢 神經合反而越來越大 因為食物越少 越要用腦啊 所以我們啊 都是 我們的大腦呢 是跟環境一直在連動的 像剛剛金獅雀 來常常唱歌 春天呢 因為常常要求偶 所以唱歌 所以又用會大 那這個呢 因為食物很稀少 所以常常要記住 哪裡才有食物 所以也常用 所以神經就變大 結論就是呢 人呢 都是要獨立呢 密使 獨立求生呢 才會讓自己變聰明 所以呢 這個喔 我們說這個研究 腦部越大的動物 越聰明嗎 美國動物學家的研究證實 越大越聰明 那哪些動物的腦部比較大 越大越聰明嘛 那什麼第一 什麼叫聰明 這個動物學家的研究定義 什麼叫聰明 他認為說能夠自己找到食物的 就是聰明 因為找到食物是最重要的嘛 那這個呢 Brand Size Predicted 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跟大腦的大小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呢 這是劣食性的 劣食性的那個 葫蘆動物 他們怎麼做呢 他把這動物園的動物 每種動物 這叫銀虎 放一個籠子 那籠子裡面 有他想吃的食物 這裡面有一個插箱 是活動的 要把這插箱抽掉 然後能找到裡面食物 試了每種動物 不見得每個可以成功 讓他試了幾次 看成功率多少 如果能找到食物 他定義會比較聰明 比較聰明 所以還是跟密食有關 這個是獵虎 老虎 他們呢 找了140隻動物呢 有49隻能夠成功 從農中取出食物 成功率最高是熊 然後呢 10隻有70隻能夠成功 我想要背刷嘛 上面去隊 去那裡 去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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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太過分 那爬山遇到熊 怎麼辦 要裝死 然後 虎猛跟貓又 最失敗一次都沒有成功 所以呢 找食物呢 可以證明說 你要不要聰明 那這個呢 欸 容量大小 跟你的成功率是成正比的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人聰不聰明 是會不會解決問題 越會解決問題 人家腦比較聰明 比較大 那什麼叫解決問題 解決三餐就是解決問題 所以你看 茶來 伸手 飯來張口 那會變笨 會變笨 所以你看 這張 官田的阿伯 戴墨鏡嚴肅開耕耘機 帥啊 真的很帥啊 對不對 賴慘 你說 他這七頭嗎 不是嗎 為了耕田 這為了謀生 我覺得這真的很帥 到八十幾歲還可以這樣嗎 八九十歲了 我爸爸去年過世 他八十一歲過世嘛 他過世前一天呢 還在 應該說昏迷前一天 還在做生意 我們問到客人有爸 他就還要送貨 他前一天還在送貨 禮拜二嘛 禮拜三 禮拜四就昏迷 禮拜三還在做生意 不管 這家在牢很害怕 搬後搬不動 可是還是努力把後搬去客戶家裡這樣 我就看 雖然覺得很害怕 可是我覺得他誤道了 到八十幾歲 所以可以滾下去是一種性 所以你看這樣 這阿嬤 八十七歲 對 手上拿東西 讓很多人慚愧不已 他為了趕走麻雀去 學會做這種事 這是他 這很出名 烏克蘭 空派 無人機 在修正 你看阿嬤 要操縱無人機 為了要趕走麻雀 一對一對 關田 這關田 看到這個都很感動 很感動 這個是為了 他說他不是在七頭 對不對 不是跟謀生有關 這種東西會不會得失智症 不會 不會 這會不會失智症 不會 是說我剛才問說你怎麼來的 坐公車來 那個 我們一個大姐 這個大姐 她還看過我門診 我講一下笑話 大家不要跟她講我講她笑話 她有一個來看我問親 說她懷疑失智症 她現在最好聽我說失智症 她知道 我說 她說 你事實上要在台北上都 台北上都聽到 聽到有 聽到不記得了 我說你住住 她說住在房屋 我說你怕怎麼來 我都問說你怎麼來的 她說我今天出門這場 先去吉米 幫她家裡拿油 她當時 德光女裝那邊 從那裡 才吉米拿油 吉米之後就來我白癌 我問這樣 要有失智症嗎 那我可憐啊 是不是 對不對 那個路程會這麼 我說我說 能夠把那個 那個出發怎麼樣弄到 不肯失智 不然我請她記 但是我不會記掉了 因為她要吃比較多 安眠藥 有時候會想注意力不集中 但是 可以從她家跑到七美 又從七美跑到家裡 然後我就 我失智了 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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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 我退休的人常有這個問題 退休的人 因為退休之後你做的事情 沒要沒要緊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樣 因為 比如說我在現役 我今天要不要看變成很重要 我要是 可是 有看沒看沒差 就是 退休之後容易有那種 做什麼事 犯錯也無所謂 其實就是這種心 讓你 不精準 不精準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找一種 不見到知心 但是不會退休的工作 就是說因為要相對的責任感 因為工作很責任感 壓力很大所以我要退休 可是弄不責任感 失智了 你有稍微有一個責任感 你就要求精準 我哪個時間 要不要出現很重要的 對不對 所以要求自己這樣的話 才會讓你 比較不容易失智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所以道一個是從這個 奢爾靈歸關我躲以 人家獨立 你看我們剛講說 獨立 什麼叫獨立 尤以 尤以 尤以是出於自由意志 所以最高上面叫 利己 出於自我意志 利是危險痛苦 但是是己 就是像烏克蘭 一個為了被自由意志 很危險 問他說要不要還是要 對不對 所以利己 能夠有自由意志 能夠利涉大串 所以我們把這個自由 這個獨立 就是這邊定義的尤以 尤呢 你看尤的意思是 舔頭伸出來 這尤呢 是不是這個舔頭伸出來 就是頭呢 代表說你的自由意志 可以伸出來 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事 所以順應自然的 然後自由自在 找到正確的養生之道 雖然歷經的艱難 但人數吉祥 所以獨立呢 是很辛苦的 對不對 但是還是吉祥的 對不對 我們說阿公呢 塞那個什麼 更雲車很累對不對 被女兒 要塞車 很危險很累 但是是好的 是不是 這個利己嘛 很危險很累 但是是好 好 所以說盲強 看什麼 老子 想輕服 想輕服 得失智的開始 真的 有這樣的想法 真的是要不得 所以現在 因為少子後關心 我們可能 最後都要延後退休 大家說阿做壞了 其實台灣的神經科學 說要比較好命 我們以前 還有工作能力 但是強迫被退休 我們現在強迫退休制度 65歲以上退休 萬一以後能夠延後的話 其實 看被失智 看被失智 就是你有機會 讓你工作付出的話 好 那中間四個搖 就是講說 我們所養的眾生 你看所養的四個搖 都是 就是 顛乙、腹筋 他不好 就是被養 比較沒有獨立 這個我們就不用小心看 腹乙、真凶 然後你看這個 顛乙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只有這兩個搖 比較能表現出 成為獨立 然後又能夠 那個 周形而不帶的特色 那其他四搖 都是被養的 但這一搖 我們特別注意一下叫 虎視眈眈 奇遇足足 你養的人 其中一個是虎視眈眈 就是盯得很緊 那這個的話 虎視眈眈 奇遇足足 我們就這樣不好 對不對 可是呢 你看他注意 顛乙、疾 這個你看 如果 老師 看學生 如果有一個學生 喜歡 那我近況各位 有一個叫虎視眈眈 奇遇足足 你知道 忘學心切 很專心在看著老師 很怕老師講話 又聽到了 虎視眈眈 奇遇足足 所以呢 被養的人很專心的 在養的人 他是很值得教的 很值得教的 所以才會這樣講 然後呢 弗金、居正寂 不可思想 總是呢 這四個養裡面 都不是 遺養的正道 所以我們從第一養 跟第五養 了解說 遺養的正道 那遺養的正道呢 也就是道 道的兩個特色 一個是 獨立而不改 周形而不帶 然後呢 我們在另外一看一個 液晶裡面有一個叫 井掛 井掛呢 也跟道的特色是一樣 要獨立而不改 周形而不帶 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才能夠照顧別人 在液晶裡面 這井啊 井水嘛 井呢 你的水裡面 如果是很乾淨的水的話 人家就會排隊來 排水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跟社會上一樣 己利而利人 己欲達達人 你要利人的話 要先 要利己才能 利人才能利己 我們有時候呢 幫助別人 跟幫助自己 有時候分不清楚 像我的工作呢 是幫別人看病嘛 是幫助別人對不對 可是幫助別人 是不是也在幫助自己 都沒有讓我幫助 我們能不能存在目的 被充滿 所以呢 我們在社會上工作 助人跟助己 有時候分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兩個是同時存在 就讓老師跟學生 要當一個好老師 一定要有學生嘛 對不對 把學生教好 老師才能存在 所以呢 這個井也是一樣 我們就講很多次 井水也是這樣 叫改意不改進 無上無得 往來井井 把自己呢 的水弄乾淨 人家就會 井井有條來找你 來找你取水 那這個呢 我們就 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那這個呢 第一要叫井泥不死 你的井呢 如果是很髒的 人家就沒有 你沒有把自己照顧好呢 人家就不來取水 那第二個呢 井骨射腹 瓮壁漏 這個水呢 很少 只能養一些小鱗 然後第三咬呢 井蝶不死 你的水呢 很乾淨 但是呢 沒人知道 對不對 你叫好又不叫做 人家也沒有用 你的井水 那第四咬呢 井重 你的井 你的井呢 破舊了 還是沒有用 然後呢 第五咬 井裂含泉水 到第五咬之後呢 把自己的泉水變得很乾淨 像冷泉一樣 這樣的話 人家才願意來 所以呢 你把自己弄得更好的話 把自己弄得好 人家才願意來光顧你 就會把你 就不捨不得你變壞 所以利忍跟利井呢 是同一件事情的 然後呢 最重要是 井收 霧木 有福 原井 井收 水桶 取水之後放下去 然後收回來 讓人家取到水 他講霧木 不要蓋著 霧木就是我們周型而不帶 因為井的目的就是想水供給別人嘛 但是你的井呢 要是被蓋住了 水就取不來了 你就失去你存在的目的 所以呢 你雖然水很乾淨沒有用 就等於沒有用 所以呢 用這個井掛呢 也是比喻說 獨立而不改 周型而不帶 所以呢 我們要悟道呢 悟道不是說 你住在 躲在房間裡面 獨同道理叫悟道 不是 而是要去實行 要去實行 所以呢 這個大呢 我們感覺說 大呢 就講道 大約是 是呢 是周流不息 是約遠 遠呢 是伸展遙遠 好 圓約反了 然後呢 伸展遙遠之後 又回到本園 所以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 欲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焉 那講這也是 四大 道 天地 人呢 是跟道一樣大 人為什麼跟道一樣大 因為人可以悟道 好 那個 我們在讀前面那個 錢掛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那個 第一要叫什麼 錢農募用 對不對 現農在田 對不對 然後呢 禍越再冤 錢掛那個龍 那我們也說那個龍是指人 因為人呢 有無限的可能性嘛 那龍呢 也會飛也會鑽地 那人也是一樣 所以他講說 人居其焉 因為道大 天大 天大 地大 人也是大 人為什麼可以跟天跟地 跟道一樣大 因為人可以悟道 人悟道就像龍一樣 四歲可以一樣大 那人呢 法地 因為人才的地嘛 所以人呢 是學這個地 所以我們在讀道德經裡面 我們都舉那個什麼 去看自然景觀 從自然界的變化呢 去了解說 那個道的變化在哪裡 那這個地呢 是法天 天使天道的變化 天使的變化 然後天法道 道法自然 這個自然 你講的是如此 就自然是自己的樣子 對 自己的樣子 所以自然 不是那個大自然自然 而是原來的樣子 所以呢 道法自然 所以我們這個標題說 道呢就是自然 自然就是不做作了 順其自然這樣 好 那這張呢 我們就講完了 所以這一張呢 重點就是 那十個字 附送一次 獨立而不改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淡 好 這很重要的 你那個 這四個字在描寫道 那你把他當作說是 悟道的人 應該怎麼樣 要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淡 好 我們看第二十六章 眾為清根 眾為清根 敬為造君 是以聖人 終日行 這叫一個鬥號 不離之眾 雖有榮觀 焉除超然 奈何萬聖子 而以身清天下 清則失本 造則失君 這兩張都比較短了 所以我們一次講兩張 眾為清根 根呢是根本 眾是清的根本 我們把一棵樹來做比喻 一棵樹裡面最重的在哪裡 可以嗎 這很容易 所以 那個道德經 都是從自然界 觀察到的去取 取下 對不對 樹一定是下面最重 下面很重 就不會倒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醫院裡面 有一個叫預防跌倒 我們叫預防跌倒 那哪些人不跌倒 這個 我是我們本的跌倒小組的 趙雞人 我們在研究 我們在跌倒 基本上有幾個特性 我們就叫不倒翁 為什麼不倒翁會不倒 重心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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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心如何在底下 下盤要穩 對不對要下盤 那你看一般 底面積比較大 底面積大 底面積大 底面積大的人就 重心會在下面 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 要讓底面積大 比較大部分 部幅很小容易跌倒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部幅很小容易跌倒 為什麼 你部幅很小的時候 你的重心 你如果超過這面積就跌倒 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 你如果老人走路 說很小步 很小步 很小步就跌倒 這兩個字名 小步 沒關係 你如果跌倒就容易跌倒 為什麼呢 跌倒 重心就跌在前面 那你是落出底面積 對 所以呢 我們要求老人家 跌倒上有研究 跌倒需要很多 那第一步就是 底面積要大 那第二呢 是重心要落在底面積 如何重心都在底面積 要去騎腿腿 人家容易騎腿 你要騎腿 這樣 還沒辦法 所以你看 皺眉清根 我們重的東西呢 要在下半身 那你看我們一身的 我們的身體結構 上半身重還下半身重 那這沒有度 如果有度的 上半身的就比較重 所以人不度的 又有那個腹內脂肪 很多的 它的重心會上移 腹內脂肪多的會上移 你做很久以後 那個脂肪越积越多 會积在肚子 那我們要做界線的話 是不是得上半身 你的油在上面 就越來越多 你的重心就上移 所以不要累積太多的腹內脂肪 也是重的 好 好 那我們的器官的重 比重最高的器官是什麼 它有肌肉 有脂肪 有骨頭 對不對 各種器官 有水分 什麼最重 骨頭最重 骨頭最重 骨頭還有肌肉最重 所以我們讓我們的重 很重心這樣就是 你會擔心 腿要粗 肚要用 那就相對比較容易跌倒 好 那肚要粗 其中要撞那怎麼辦 骨肉 不會運動 所以講的話還是運動 你說大家吃過肌肉 吃改變 骨頭會用嗎 會用 會用 為什麼呢 那我們的骨頭 這很重要一點 說為什麼一定要運動骨頭才會轉 大家來醫院裡面常常說 找醫生拿鈣片 那不好 那吃吃都放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骨頭 這個鈣 對不對 鈣骨頭裡面是我們全身 鈣濃度最高的地方 我們的腸道哪邊都沒有比骨頭高 你想就好 我們正常 是不是有擴散原理 擴散就是 濃度高的會往濃度低的嘛 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如果吃了鈣之後呢 那個鈣呢 容不容易進去骨頭裡面 不容易 因為骨頭裡面 鈣濃度就很高了 你自然情況下 它進不去的 你要加壓 你吃下去的鈣呢 你看現在嘴巴然後腸道 吸收進血液 血液還要進入骨頭 你是要逆滲透嘛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壓進不去 所以你要是沒有去走路運動 抗重力的話 加壓的話 吃的鈣片都沒有用 所以那太空人 這個美國的NASA的研究 太空人 他們在太空 一週 一個月 假設這任務是一個月下來 裡面第一個檢查什麼 骨密度 都減了三分之一 他吃什麼都不好 他在空中失重狀態嘛 漂浮嘛 漂浮就沒辦法加壓 所以在骨頭 就空空了 那蓋就一直往外移 所以太空人最傷的是他的骨頭 一下來之後他骨密都減了三分之一 所以很多太空都軟腳 所以讓我們從太空人裡面 什麼叫運動 那講到多運動 什麼叫運動 我們再定義一下 運動的是對抗重力 運動的對抗重力 因為太空人他在裡面 他沒有重力嘛 所以要對抗重力 所以沒辦法穩動 那所謂運動就是在對抗重力 那重力會讓人倒下去嘛 那對抗重力就要站起來 所以呢 從那個NASA的例子裡面 所謂運動就是多多對抗重力 才讓骨頭比較勇一點 所以呢這樣才會 重為輕根 靜為造菌 他把這個 輕跟重 比如說人的身體裡面 下半身比較重 比較重 那就不容易跌倒 然後輕靜為造菌 那安靜呢 是躁動的菌呢 是菌呢 是主嘛 如果呢 你的心神是安靜的 你就不會想妄動 這意思 是以聖人終日醒 不理之中 再加一個鬥號 我好像原來沒有加鬥號 聖人呢 在醒 我們說醒了 是周醒了不代嘛 就是剛剛這個醒了 接著剛剛那去 周醒了不代 聖人呢 在周醒 不理之中 那中日醒 就是剛剛講的 周醒了不代嘛 他一直醒啊 一直走一直走 對不對 重點是要不理之中 要不理之中 才不會跌倒 他常常需要走路 常到處去走 他到處去實行道 但重點呢 如果你不穩的話 就會跌倒 所以呢 重點 我們這一句的重點 是什麼叫支重 支重就是 你看到 軍中呢 載兩運使裝備的車 最近不是那烏克蘭 跟那個俄羅斯打仗 引起沒有像 比基輔的外面 六十幾公里的戰車 進不來 對不對 啊有人很奇怪 怎麼會戰車都 都排在那邊 後來發現說可能沒有糧食 不敢進去嗎 就是不敢進入基輔 萬一沒有糧食補給 所以三軍未動 糧草先行啊 對不對 要是不敢 沒有糧食到 雖然有戰車 但是也不敢進去啊 所以這個支重呢 是最重要的 你要走呢 你要先有支重 對不對 我想照顧別人 那你自己要照顧保 要照顧別人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一章呢 也是扣在上面 先把自己照顧好 才有能力照顧別人 好 那把自己照顧好 就是要把你的支重 支重找到 所以呢 這一章的重點呢 我等一下要講的重點是 什麼事與人生的支重 要先讓你到來照顧好 才能夠中日行 中日行 或是說是周行的 不但好 如果你呢 你找到你的支重 你這人就不會翻車 不會跌倒 也不會躁動 所以他這裡面 但我們沒有講到什麼叫重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分析 什麼叫重 好 雖有榮觀 厭楚超然 找到人生命重心的人 雖然呢 厭觀呢是尊榮 雖有榮觀 榮觀呢是 就是寫作為尊榮 雖然呢他爵位很高 官位很大 厭楚超然 他覺得這不重要 你要找到生命的重心的 所以可見這個榮觀呢 不是支重 他得到這個榮觀呢 表面上外面的人稱讚 他的成就很高 他覺得這不是我的支重 奈何萬聖之主 而以身親天下 但是呢這些萬聖之主呢 他沒有找到生命的重心 所以動不動就發動戰爭 以本身的英雄七根優越感 輕用天下 動不動就叫人家阿兵哥去打仗 送死 我早上就看到新聞 那些俄羅斯啊 俄羅斯的那個什麼 那些阿兵哥 是那個什麼 是 不是那個 不是動員的兵啊 是常備兵啊 常備兵就是像EUE EUE跟那個支援役不一樣 支援役是 就準備打仗 EUE就是 就是時間都要打 所以他動機不強 像很多 像我當過EUE嘛 就把兩年混完 對我就好啊 那職業軍人是 他的工作就是要打仗 所以那個很多被抓到的 很多俄羅斯阿兵哥是 年輕人 年輕人嘛 他就是那個EUE啊 然後聽說他們那個 因為這次我昨天那個新聞很有趣說 這死了五個將軍啊 五六六個 今天變七個了 昨天六個今天要多一個變七個 對齁 很少就將軍使這麼多的 他說戰鬥民主 我都跑到前面 不然我也是人家分析 我跟大家分享 他的道理說 因為那些阿兵哥呢 他們 入部隊之後 手機都被沒收 對 都沒手機了 對 所以沒有跟他們說 出生在入 所以 所以進去那個 烏克蘭之後呢 都沒手機了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自己通路系統 被那個美國干擾 所以他們的內部系統 公共電話不通 所以他們 叫他 阿兵哥都沒電話了 將軍不能沒電話 將軍就是小朋友 不然你去超商 買一個SIM卡 對 我聽他 他們很多就是去那個 烏克蘭的超商 買那個 零食用 阿兵哥 那一般阿兵哥沒有手機啊 都給將軍用 所以將軍一打電話 馬上就被追蹤 所以都被狙擊手射死 所以說這班的將軍 他一啟動電話 他就暴露行蹤 連那個海上的將軍也被打 那是被打 對對 那個黑海 那個什麼艦隊司令 那個比較奇怪 他在船上裡面怎麼會被打 一定是暴露行蹤 當然這個 這個烏克蘭一定不能講 因為講的就 但是後來推測一定是說 他們去買烏克蘭的SIM卡 然後透過那個 那個定位就打死了 有幾位是這樣 然後有幾位是 聽說是內部叛變 內部叛變 因為總之呢 這個軍隊呢是 隨便隨便便便出征的 所以我們講這句 生以生清天下 生是 普丁的生啊 他自己 奇摩奇很重要 但是把別人生命 就不當一回事啊 所以 奈何萬聖之主 而以生清天下 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別人看得很重要 別人看得不重要 所以別人的命呢 隨便就犧牲掉了 輕 則失本 造 很輕舉妄動呢 就表示他失去他的根本 妄動呢 就失去他的主宰 君呢是主宰 可見呢 我們人呢 要找到你的主宰啊 你才不會輕舉妄動 所以呢 我們看到的 輕跟造呢 是結果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輕服 會造動呢 因為造人 沒有根啊 沒有找到他的根的人 才會輕舉妄動 對不對 這樣我們很愛笑生命 要找的衝動 不敢奪不去 因為那些人都在賺錢 那些人都在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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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眾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請問我碰西 我下了課以後 我都沉默寡言 我真的沉默寡言 那碰西要講的 功太多 能不能夠 而已 碰西講報啊 我頒少爺 看相過要怎麼說 是不是 所以知道重點是什麼 我們知道我一輩子重點 所以 非青 我以前喜歡看那個非青唱歌 非青說 他有一個訪談 他很辛苦 因為他怕他的鞋子是不敢吃甜的 不敢吃鞭 不敢吃鞭 說我台灣很多美食吃過 不敢吃麻辣 都喝水而已 還說不敢去阿里山去看著 所以為什麼這麼年紀七七還就要退休 因為他的生命 所以怕燒到 不敢吃不敢吃不敢 什麼都不敢 為了讓他聲音維持在很好的狀態下 所以才六十幾歲 終於想要很難看 所以他說他退休後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他說他要去日月潭 他沒去看過日月潭 所以有時候當明星雖然地位很高 可是一般人很快樂都沒辦法得到 因為他的喉嚨很重要 那我們的喉嚨雖然不像虧心那麼重要 也是在閉著眼 所以我朋友是在開閉上的 但講話用太多了 門診也要講 門講不夠上課要再講 所以這一句 這一段的重點 來瞭解說 我們瞭解什麼是重要的 什麼是重要的 這個的話我們就分享一下副教授這篇文章 寫得不錯 這個 他把重要必要需要跟重要分層次的 他說呢 這張今天想到這張 這張 今天聽這張就很顧問 那是副教授講 他說呢 身體健康是必要的 心知的成長是需要的 靈性的修養是重要的 所以他把必要需要跟重要分層次 什麼叫必要 必要就是說 你喜不喜歡 都是一定要的 是不是 你怕去戴他 是不可以上課 像我們這些大姐 是不是不可以上課 所以你說我不喜歡怎樣 就像那個 菲依卿 他也知道說這樣很苦 可是必要 因為他唱歌就是怎麼要好 所以必要說你喜不喜歡空氣 這個廢話你喜不喜歡都要呼吸 所以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對於身體健康的知識 能獲得是必要的 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那麼多工作裡面 哪個工作最重要 當然是醫生嘛 臭屁 醫生知道如何維持身體健康呢 健康不健康什麼都給我講 所以第一個呢 排在 所以我們當醫生之後呢 我才比較說 人家進牙醫病一定比較好痰 以前我當醫生之後呢 我爸爸說人家進光中太多 你覺得牙醫比較重要還是 內科比較重要 多重要 內科 董月跟你的生命 會死的科比較重要 我問你病 有什麼叫五大科 五大科都是會死人的病 人家的死心就沒有了 你手機弄完了之後 誰家做吃牙科的 眼科重不重要 靈魂之瘡 還可以活著 我沒有在來講 當然眼睛很重要 但是活著最重要 活著最重要 對 內科嘛 對 內外科 內外婦兒級比較重要 所以說什麼 活著才是重要 雖然大概健康就很重要 所以說身體健康呢 是必要的 然後心靈成長是需要的 我們身體很健康 但是呢 遇到一些心靈 心挫折的話 過不去沒有用啊 所以呢 必須要有心靈的成長 但是呢 我們活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我們需要靈性的修養 對不對 要找尋生命的意義嘛 對不對 要死了 不知道幾次人 有心靈的什麼 找不到理由 所以到最後呢 要一個靈性的修養 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回到這一章 是以聖人終日行 不離之重 我們把這個之重回到這裡 我每天呢 最重要是 有沒有照顧我自己身體 有沒有讓我心靈有沒有成長 最重要是有沒有找到 我生存的意義 我找到之後呢 其他就不重要了嘛 其他就是有也好 無也無所謂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 不離之重呢 回到這裡 第一點 第一個呢 身體的健康呢 是必要的 這一篇呢 是我在 歸人國小的演講 我把它刪檢 有天突然 接受到那個 歸人國小邀約說演講 說什麼 很痛苦 對小學老師演講 我想怎麼說什麼 我就想到這個說 因為 醫生那是本堂嘛 所以他在講醫治健康 所以你身體健康是必要的 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說 如何照顧身體啊 對不對 進入一下 下個九月開始 新學期 高中 國中生可以 八點半以後到學校 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我們 在上課講過很多次 很多研究啊 因為那個青少年 進入青春期之後呢 他會成為燕花子的那個嘛 他生理時鐘會這樣 所以 他在騎身上 如果沒有菜 你嫁以前來的我老爺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所有的知識 要跟健康有關 從小 都要跟小朋友觀思觀念 什麼最重要 身體健康最重要 啊 讀第一名最重要 老師還滿敢的 對不對 你沒有健康什麼都嫁嘛 所以從小學就要跟他講 身體健康最重要 所以我們看呢 身體健康呢 我們有知識 要更新嘛 這是四說心語 裡面的一個故事 他說 群燦呢 娶朴姬將軍 曹翁的女孩為經 這群燦 曹氏長得十分美麗 夫妻倆十分恩愛 一對碧人啊 天照地色的一對 男的恩島 女的姚嬌 那有一年冬天呢 曹氏得病高燒不退 漂亮的妻子呢 生病了發高燒 得肺炎 他很急啊怎麼辦 他呢 便到聽說把身子冷一冷 整身都放好 放好 要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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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發燒了 娘子 我用身體抱住 你看高燒會不會還對 結果沒有用 這叫什麼叫做 沒有地上 這去看醫生 快做採檢 就COVID-19 要脫了 要脫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雖然很有才華 很漂亮 沒有地上 沒有露營 是不是 連怎麼基本的 維持生命健康 有病如果看醫生也不懂 再漂亮都沒有用 是不是 所以身體健康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我們應該轉說 獲得健康的知識是必要的 不過你喜不喜歡 你都是要獲得 如果老師講 會不會跌倒 因為你跌倒 你就沒辦法上課 你說這東西不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讓你不會跌倒 那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這沒有看到喜不喜歡 這是必要的 必要的 所以最後 娘子的發生死了 推生應該得肺炎 肺炎 然後怎麼樣呢 潮氏死後不久 巡菜也死了 一個是打麻糬的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公司的 雙殺 這是不是雙殺 一個人家打麻糬沒辦法 另外一個是雞殺的 沒有用嘛 所以這個故事 就跟他講說 我們必要的健康知識 是重要 是必要的 這也是 我看新聞都喜歡這種新聞 菊花產 鋼門插按摩棒 痴瘡美好 反而斷掉 我說誰在稱 還不敢去看醫生 排隊看醫生 想說拿個按摩棒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要按摩棒 都不知道怎麼笑 按摩棒是那個情趣用品 他想要抖 然後放在痴瘡那邊 會把痴瘡抖掉 結果放在肛門口 抖頭抖頭 結果轉進去 從肛門這樣轉進去 轉去就怎麼辦 所以他下半身就這樣 按摩棒 按摩棒 一直抖 所以抖老人 受不了就叫急診 叫急診 醫生這要怎麼 要這個內視鏡 把按摩棒夾出來 這問題出現 太狂了 底層 底層跨醫生都給按摩棒 把痴瘡抖掉 怎麼可能抖得掉 他說拿按摩棒 塞肛門 竟是為了治療痴瘡 台灣醫院大廠 職場外科主任 康榮成表示 目前日前收治一名 30多歲的男患者 到院時 表情痛苦 說自己的肛門插著按摩棒 拔不出來 後來經打麻醉藥後拔出來 竟然有一截 還斷在裡面 實在有夠尷尬 因為這是一支 有裝電池的按摩棒 結果夾出來發現 裝電池的那段 還留在裡頭 康榮成表示 當下忽視到診間幫忙 看到這樣的按摩棒 都有些害羞 所以有必要的知識 是必要的 特別是維持 維護健康的知識 是必要的 留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到 現代文的讀寫能力 與身體健康關係密切 最近有人說 要不要廢除國文 這次好問題 要不要讀易經 要不要讀國文 我覺得 讀書目的 要怎麼維持健康 很膚淺 很重要的 有沒有懂易經來歧視 但是能懂說 在抗面那天 如何做篩檢 所以白化文的讀寫是很重要的 應該說 這個知識有分等級 這種易經 這種東西 要是選修級的 精品 我們這個 是LV 我們這種科是LV 我自取是LV 不過你沒有拿LV 也會這樣 像這樣 我們很貴重 但是 市貨的人才知道 有錢的人才能買LV 但是一般人 你不要買LV 幾百塊的 垃圾 錢包就能用 懂了 所以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特別是小朋友的時候 現代文的讀寫能力 與身體健康關係密切 讀完之後要懂得說 這要怎麼吃 有病 去哪邊看 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用這樣來看 了解說 毒血能力 要能夠反應健康 小孩先會肯 顧自己的健康 那個東西 有沒有毒品 會危害 他要先懂 小學裡面 現在充滿各種誘惑 有人吃什麼 你吃汽水 對不對 就成癮了 校園裡面都很多這種問題 我們來看這個 朱鎮一寫 他說 看貴刊 最近了 古文應戰 因戰課綱比例多少 高中國文可以這樣教 在上網去找 看更多 有關這類題材論文 最近搶救 國文教育聯盟 記者招待會 更多媒體 不少的討論 相當兩極話 就算古文應戰課綱比多少 從以百換為主 到文言為主 都有不同 所以 同年呢 教國文 像 我們 我們那個 我現在教意境科 我一個同事 也是我的學生 怎麼樣 他把我講義拿回去 給他們家看 小朋友看 老師 媽媽你來的讀國文 他把這義經定義成為國文 所以我常常自詢 我是國文老師 那國文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說國文不重要 已經跟他拼命了 對不對 但是要不要讓一般人 懂這麼深的東西 不需要 對不對 你懂嗎 我們教育目的是 讓人家能夠保護自己 比較重要 我們自詢是LV 你知道嗎 大家進來是進來精品店 我們進去去掛LV 但是你要了解 外面的人 不用LV也可以過得好好的 甚至於我讓很多人呢 能夠 大部分的人都能拿著包包 一般包包就能過生活 行有餘力再進來掛LV 我們不要你連一般包包都沒有 情況下進來看LV 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所以知識還是要分輕重環境 所以你看 我們在找這個新聞 這是日本的新聞 本身是醫生 是女醫生 是實習女醫生 實習女醫 月加班251個小時 加班而已 你看 你出看看 251一個月30天好了 一天加班8小時 每天加班8小時 那30天是不算一個假日 每天加班8小時 所以每天上班16到17個小時 就像自殺 上這麼多時候 腦筋不清楚 上到很厭世 然後阻塞 這跟醫生討論這麼多 誰都得保護自己都不會 怪說 那個醫院是血汗醫院 怪有用嗎 所以他懂得保護自己 是不是 所以我說 我去學校演講先 我們主持人來教孩子 保護自己 你看 我們現在民調說 我們現在 直播在這邊延長一年 要不要 因為我們都說 保護自己很重要 我們要說什麼 有什麼理想 獨立什麼 保護自己最重要 把自己保護得好好的 後面才有戲 好 所以 講太熱情了 快點 好 第一個 我們講的是說 要能夠 健康的知識 是要與時俱進的 那種健康呢 我想大家一直要更新 不會是吃啊 動啊 都要一直更新你的健康知識 所以呢 健康呢 是必要的 第二個 心智的成長是需要的 有的人呢 有的時候 很健康 但是心理不快樂 也活不下去啊 像憂鬱症這種病人 就很可憐 因為人家不知道可憐他 今天如果有點殘障 小麻痺不會走 啊可憐 他外觀上就很可憐了 但是那種心理有病的人 你不會可憐他 那外觀呵呵 外觀呵呵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呢 必須讓自己心靈呢 也是心智呢 需要成長 成長 要不然呢 心智不成長的話呢 有時候難關卡住過不去 這個是我在研究所 我研究所讀心理學 我要讀叫視覺心理學 我們最喜歡研究這個 這請鴨子啊兔子 看著角度 看著角度嘛 這是兔子的耳朵 兔子的嘴巴 對不對齁 所以呢 你的Focus 你的焦點如果放在那邊 那就變鴨子 焦點放在這邊 就變兔子 是不是 所以你 而且很重要 當你看到鴨子的時候 兔子就不見了 你很難同時看到鴨子 有兔子 我們對焦只能對焦一個 很像說來說去 所以呢 你願意的話呢 焦點是可以換的 所以這張很重要 我們願意改變觀點的話 世界是會跟著改變的 所以你願意改變觀點 所以呢 很多人呢 會痛苦是因為他不願意改變觀點 因為這個Orius 是羅馬的皇帝 他說什麼 痛苦不是來自事物本身 而是來自你對他的想法 而且你有能力改變想法 應該說改變看法 改變看法 就改變想法 我想是鴨子 兔子 鴨子 這 我們在研究所喜歡 研究這種圖形 這叫Ambiguous 模擬兩可的圖形 那事實上 所有事都馬是模擬兩可 哪有時候非怎麼樣不可 是不是 我們這樣上兩小時 你可以說老師 胡說八道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可以說老師是心靈 導師也可以 屬於你說 對不對 是Ambiguous 雙面看法都可以 那這個 我們就要舉這個叫Franco Franco是那個 我們一個精神科的儀師 他本身呢 進入過集中癮 在二四大戰的時候 被那個納粹用到集中癮 他弟弟 還有他弟弟的未婚妻 還有他的爸爸 還有他媽媽 都同時進集中癮 全部都被虐待死 但是他說 他要證明說 我們只要改變觀點就可以活下來 他改變觀點說 他看到那些蓋世太華 今天要來想出什麼遊戲 來折磨我的 他把每天的折磨當遊戲 沒有講說在践踏他的尊嚴 結果就活過來 他說呢 你可以拿走一個人所有的一切 指出了一樣 那就是人的最終一種自由 去選擇自己在面對任何處境 態度的自由 我們剛剛講了 獨立而不改 我們講說要自由 對不對 你的心靈呢 可以自由 而且是這樣 即便你被不公平的對待 不合理的對待 你還是有自由 對不對 所以他說呢 你可以拿走一個人受一切 指出了 人的最終一種自由 選擇自己在面對任何處境下 態度的自由 人家這樣對我 我可以當中 沒關係 到時候呢 你會惡有惡報 不關我的事 對不對 不會隨對方而欺負 所以忍自由 還是心靈的自由 最重要 那這種是訓練來的 對啊 一般人 會被別人 拿著走 別人 額樂理中華裔 別人罵你就不開心 寵入若驚 這我們之前講過了 所以要經過修養 你才能選擇自己 在任何處境下 他態度也是自由的 這個呢 我上課講過了 那房子濕火燒成廢墟 全家開心合照筆业 這是大陸的新聞 他們三人去洗牙齒 啊 房子在灰燒 他們到灰燒的時候 大家很害怕 結果 當年一轉 好家製人不在裡面 好家製都在洗牙齒 所以灰燒人很好 他們旁邊都會他們一個親戚 說那我們拍個照留紀念好了 突然他們見爸媽說 耶 這樣這個耶 就轉念嘛 他突然講到說 火災發生本身是不幸的 但是他在不幸裡面又想到 幸好我不在裡面 那突然一切都變得很輕鬆了 人外 什麼就有機會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還是喜歡這樣 這個故事 我們是只剩半杯水 還是還有半杯水 還有半杯水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詮釋嘛 是不是詮釋 就是東西客觀 那是兔子還是鴨子 還是你的詮釋嘛 你願意選擇的觀點 這安念卡列里納這本書 的第一句話 說幸福人家彼此都很類似 但是不幸人家的苦難卻各不同 一股科膽而已 幸福人家彼此都很類似 哪裡類似 他說幸福人家都很類似嘛 那不幸人家苦難可不相同 不幸人家苦難有讓 有處破散 有禮婚 對不對 那為什麼幸福人家彼此都很類似 幸福人家彼此都很類似 有像轉念耶 就會幸福 是不是 苦難都不同 但是你轉念的人就會 就會幸福了嘛 所以這位說 幸福人都很類似 會轉念都很類似嘛 有請問這是什麼 你們在回憲對不對 轉念變幸福 所以他說幸福人都很類似 就是會轉念的人都會幸福 所以但是這個的話 是需要學習的嘛 所以我們說呢 這個心理的成長 身心理的成長 是要學習的 是需要成長 你看啊 他要是這裡面要成長 就卡在這裡了嘛 雖然人不好 火燒點了 心裡面受傷了 一輩子也走不出來啊 那你身體的健康 還是沒有用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副教授講得真好 心理的成長呢 是需要的 需要就是說 以背不死之虛嘛 你現在成長萬一遇到困難 你就過關了 是過關的 所以我覺得副教授講得真好 身理健康呢 是必要的 心理的成長是需要的 那第三個 靈性的修養是重要的 它剛好分三個層次 身心靈 所以呢 各位剛好落到這一桿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可能啊 大家身體的健康也知道 心理健康也知道 但是呢 一般靈性修養是比較 對 對 我這句 我沒有我們太太 我們太太 我們太太有護理的嘛 他們最近護理有一個 靈性護理的 我問他啊 什麼叫靈性 大家知道什麼叫靈性嗎 怎麼定義靈性 就是 他們問叫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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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的修養 靈性的修養 所以很抽象啊 我找屬靈 想到去 他 忍耐忌 可是我們在這裡探討 我就講很 我個人啊 我想講 靈性呢 我個人定義就是信仰 得信仰 那 跟意義啊 靈性的修養 我自己啊 我自己有定義 沒有沒有定義 但是我用這個土來講 是什麼叫靈性的修養 這呢 有一個工人在氣嗆 這是彼得杜拉克講的故事 他說呢 有人呢 彼得杜拉克走過去呢 看到有人工作中的實將說 你在做什麼 他問第二工人 他說你在做什麼 他說呢 我在養家糊口 我一定要做多少工錢 那第二個呢 實將正正說 頭也不太說 我是本郡最卓越的實將 他 你看喔 他 他第二個工作 跟第一個工作哪裡不同 做的工作哪裡不同 都是一樣嘛 因為三個在那邊氣搶嘛 但是第二個回答 跟第一個回答 就不一樣 第一個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對不對 但是呢 那第二個已經認為說 我知道說我這個 我跟別人比 我是本郡最卓越的實將 那第三個回答什麼 我在打造一座偉大的教堂 其實表面工作做的還是一樣 還是在堆石頭 堆轉塊 但是從這裡面發現就是 身心靈嘛 對不對 一個就是養家糊口 養我這個身嘛 那一個呢 在比較說我心理上是優越感 那第三個是什麼 蓋教堂 為什麼別人不蓋教堂 在蓋教堂 蓋教堂在為神明奉獻 因為教堂是神明在住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再進入一種靈性的 雖然表面上做的是這個工作 但是呢 我賦予它意義 我賦予它意義 所以這個故事啊 我就用這個故事 來跟大家解釋 靈性是比較重要的 我個人覺得 這樣的故事就是 第一個講信仰是重要的 雖然表面上我做的工作 都是一樣 這是對戰塊嘛 但是呢 我背後是因為信仰推動著我 而且呢 我呢 雖然表面上做的一樣工作 但是我可以賦予它意義啊 你看每個人賦予的意義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表面上做的是一樣 可是呢 賦予的意義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靈性的修養是說 你在找尋意義啊 那時候就是找尋工作的意義嘛 就是 我來找尋我教學的意義嘛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一直在上課 我在這邊上五六年一直上呢 為什麼 因為我在上課這符合身心靈三種需求 我在教大家的時候 表示道理我想通了啊 對不對 我每次跟大家講的時候 都是我想通的道理 我覺得每講一次我很受用啊 所以我每次講完課 我都很療癒啊 都很療癒啊 真的很療癒啊 因為我把道理想通 本身就是這種快樂啊 所以你要把每個事情的話呢 到追尋意義的層次 就是靈性的修養 靈性的修養 這是彼得多亞克講的故事 所以他講說 每個人都有兩個生日 你找到意義的時候就是生日 他說呢 每個人都生自於父母 但是我從哪裡來 我要去哪裡 我是誰 我到底是什麼 我有能力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就是我 我不是他 突然了解這一切都是什麼 為什麼呢 就是找到靈性的意義了 所以靈性我們用最簡單的來 歸納一下 身體的健康在講 What 對不對 我們要如何 那個東西健康是What 那第一個 心理的健康是How How 我如何學習轉念 學習轉念嘛 對不對 但是靈性在問的是What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來這一趟呢 為什麼我要做這些事情呢 為什麼我們會碰面呢 在找這個意義在哪裡 所以是What 我們要用三個概念來 What How 跟What 專業人士在找How No How No How 但是呢一般人 到特別是到生命的比較晚期 在問What 為什麼我來這一趟 但是我們人要怎麼去看 要能找到What呢 你一般沒事會在家裡 問說為什麼 那易經有教你如何找到What 人只有在困難的時候 可以找到What 人越困難的時候才知道說 為什麼我需要這麼做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說呢 謹通而困相遇耶 這雜瓜說 我們在困難的時候才遇到誰 遇到你的天命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掛的結構 這是摺嘛 這是水嘛 水在摺下 水很少 水很少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你的資源是很少的 資源很少才知道說 我哪些要排在我的生命的優先 我們剛剛講過那個 如果說你出門之後到處都餐廳的話 你要記住哪裡有餐廳嗎 不用 但是如果這裡面 要經過幾個巷子才到餐廳 你一定要記住 要把你沒得吃 所以在困難的情況下 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 所以他意境裡面用這個困掛來表明說 我們人啊 如何了解說我們的生命依依在你 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可以發現 困難的時候才可以發現 所以他說 君子以致命遂至 我們要用我們一生的生命來完成我的志向 用你的生命啊 所以你要在困難的時候才能了解你的生命的畢生志向是什麼 所以困得之便也 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能了解說 分辨說什麼是我生命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再用這一掛來跟大家分享 人生的重要的事情要在困難的時候才能顯現 這孔子的經驗 他說 再成絕兩 從者病 莫能心 子路運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 他們在受婚的時候已經沒有糧食 跟隨的人都要生病了 莫能心 莫能心就是已經沒有力氣 沒有往下走 莫能心 然後呢 子路就很生氣的問老師說 我們跟老師一路學道就越學 越落片 怎麼會這樣子呢 本來在讀國號的 周遊列國搞到自己這樣 像上家之犬 他說 君子亦有窮乎 君子也會窮困嗎 子曰 君子顧窮 小人窮思爛 君子也會碰到窮 但是在窮的時候才分別出君子跟小人 所以君子呢 在窮的時候會 顧 顧是堅持 那小人在窮 爛 隨便 所以在窮的時候才分別出君子 不窮的話分別不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那個 如果說外面都餐廳的時候 你就不用分別 你腦筋好不好 餐廳很少的時候才能分別出 誰記得住 誰記不住 所以在困難的時候才能分別出來 然後呢 這裡是孔子的經驗 直位於匡 文王寂末 文不在之乎 他呢 在匡裡面被圍困 都快要死了 然後突然安慰自己 文王死了以後 這些道統呢 難道不就在這裡嗎 他認為他是繼承道統 天命啊 然後呢 天之將喪失文言 如果呢 天 老天爺要把這個文化呢 喪失的話 後死者不得與世 以後的人就不了解這些 那是老天決定要喪失的啊 天之為喪失 老天如果讓這些道統呢 不會消失的話 那我就會活著 所以呢 我是為老天而活的 好嗎 我這人的存活 不是我自己買的 老天會叫我要活就活 老天叫我死我就要死 因為我是繼承文化道統啊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會不會來這邊 上意境課 老天要我上 就自然會上 從來不擔心會不會上 老天說不要上了 可以停了 我們就散了 對不對 所以他悟天命嘛 我做什麼事呢 不是我自己想做 老天叫我做的 老天叫我做 我就會做 老天說你可以退場了 我就退場 那沒什麼好怕的啊 因為這些小人 跟老天怎麼能比呢 所以呢他在困難的時候 才悟到自己的天命 對不對 所以這個齁 我們的靈性的修養 有時候是需要困難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看靈寵的例子 現在人啊 是人啊 什麽時候來瞭解生命的意義 生病啊 生病容易 患病癌症 才发现以前这样过子不对 对不对 那有的父母年老发现 我没有好好陪父母 父母都很健康 像他摩擦 父母九十几岁 怎么人摔倒变这样子 跟以前认识不一样 你才会 人是不是困难 困难的时候才会想到你的天命 才会灵性的开悟 所以如果你 你现在如果没有灵性开悟的话 不要难过 兄弟兄你真好命 只能说你很好命而已 对不对 你拍命前才有机会开悟 总是要一些困难的时候 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商业周刊的一个故事 今天可以如期讲完 再讲两个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是美国马省的爱摩斯特学院 他们做一个实验 他用这个铁圈把小南瓜枯住 然后等南瓜逐渐长大 他能承受铁圈多少压力 就像这样 这种玻璃油画的 以前我改 爸爸演讲需要 我口述你把它画成故事这样 讲文字比较麻烦 用铁圈把南瓜画圈起来 最初估计南瓜能承受500磅的压力 一个月之后呢 500磅压力 南瓜还没破 第二个月之后呢 南瓜承受1500磅的压力 等到他承受2000磅压力之后 研究人员也必须把铁圈捆得更老 以为南瓜把铁圈蹭开 最后整个南瓜承受了5000磅的压力 南瓜皮才产生破裂 原来估计是500磅嘛 所以5000磅 所以你能承受压力比你想象多很多 不要小看自己 他们打开南瓜会发现 他已经不能吃了 因为在试图突破铁圈包围的过程中 他的果肉变成坚韧牢固的层层纤维 层层纤维 小朋友说改 这个现在读大学了 为了吸收充分的养分 以突破限制它成长的铁圈 它的根部甚至延长到8万英尺 两公里 就让它南瓜本来重在地上 把它圈起来 根一直往下长 生命力也旺盛了 所有根往不同的方向 全方位的生长 最后这个南瓜堵持接管了 整个培植原厂的土壤跟资源 所以没有困难 有时候的潜力就出不来 对不对 小朋友你看看出来 这个 竞铁圈全地摆一摆 小孩比较好 虽然有困难才会发出潜力 才悟出你的灵性 你的灵性才会成长 这是 这小朋友来穷乡 小朋友来要参加管乐比赛 要增加了 能不能赔的 因为那个演奏上场要皮鞋 没皮鞋怎么办 比赛没有黑皮鞋 黑胶带贴到鞋面假装一下 没有皮鞋 所以我们不要比赛了 所以在没有皮鞋前 才发现我多爱比赛 是不是 假装也要假装去比赛 是不是 所以困难之后才会灵性成长 才发现什么是重要的 上台表演比赛是远比没有皮鞋 还得重要 我们最后介绍这个尼多瓦的故事 它也是一个困难的代表 这个煎饼模仿的舞会 这个图 以前我常常绣这个图 这个图的重点是这个 他们那个欧洲的舞会 这个戴这种帽子 这叫护花使者 那个有特别这种帽子 我们看来没有这种传统 这个是第一次参加舞会的小姑娘 那旁边这十八 大家都如人事故 怕他被人吃走 所以都用这个妈妈伞 带他出场 介绍给大家保护他 那第一次参加舞会没有经验 带他到处 那这个呢 这叫护花使者 我们身体有种细胞 就是防卫细胞 叫护花使者细胞 这个大脑里面有一个免疫细胞 是这个 护花使者 但今天重点不是这样 这个画作者是 Neroa Neroa 这是弹钢琴的女孩 弹钢琴的女孩 Neroa Neroa 他的图 你看 他手指是变形的 他手指变形的 他有 他用这个纱布 缠住画笔 缠住画画 要用点的这样画 啊这件事 我会冲啊 画画是我的天命 对不对 他在这么困难 你发现基本这么困难 我也要画画 到后来呢 晚期有时候 连走路都不能走了 还叫人家抬他去写声画画 对不对 所以在困难这情况下 才知道画 对他是生命般的重要 没有画就不要火了 所以人 你必须在这种情况下 能了解说 灵性的成长 他最后一张 你看 坐着轮椅 你看要不要 纱布掺着 还要画画 还要画 他一生就为画而存在 这一幅好像是他最后一幅画 你看 一人很胜 人家画的小朋友 都很快乐 很正向 他不会把他悲哀放在上面 所以他最后留下一句很好画 我很喜欢就是这样 他说呢 痛苦会过去的 没有人知道 我不讲你 我不讲他内风失心关节 但是你记得他画的时候 很美好的画 他叫什么 美丽会流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记得美丽才能够撑过那个 就他一辈子就是为了画下 留下的美丽而存在 即便说身体也受一些变痛的煎熬 但是他灵性的修养是可以超越的 所以我想他这个副教授讲这三个很好 身心理 身体的健康是必要的 心理的成长是需要的 到最后我们需要一些灵性的修养 是对我们人生最后找到生命的意义 好 谢谢大家 这个月的课就上来了 下次就